这是什么 形状 白泽搬来了砖块 木板和玻璃 白泽要造一个新房子 造房子跟形状有什么关系呢 白泽真能干 新房子很快就造好了 白泽造的房子 有尖尖的三角形屋顶 有圆圆的窗户 有方方正正的大门 这个房子真漂亮 白泽的新房子刚刚造好 小朋友就来玩了 他们是圆滚滚的西瓜弟弟 三角形的一架弟弟和方头方脑的魔方哥哥 白泽的新房子一下子变得好热闹 白泽不要玩了 带我们去认识一下形状吧 圆滚滚的西瓜弟弟 三角形的一架弟弟和方头方脑的魔方哥哥 在白泽的新房子里捉迷藏 西瓜弟弟从圆圆的门跑过去了 一架弟弟和魔方哥哥被卡住了 一架弟弟藏到了三角形的小柜子里 西瓜弟弟和魔方哥哥被挡在了外面 魔方哥哥从方形的窗子跑到了外面 西瓜弟弟和一架弟弟却没有办法出去 白泽的房子里有各种形状 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看到各种形状 所有的形状都是由一个点 一条线一个面组成的 他们能帮助白泽造房子 也能帮助工程师设计不同的东西 还能让我们去了解世界上很多很多东西 白泽 我们去看看不同的形状都有什么用处呢 白泽带领形状小朋友们组成了 城市巡逻小队 巡逻小队的队员们虽然体型不一样 但大家都非常认真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细节都检查得很仔细 巡逻小队 巡逻小队一边走一边四处观察 咦 马路上一个阴井盖不见了 巡逻小队相互看了看 西瓜弟弟跑过去 做了一个阴井盖 西瓜阴井盖真是太棒了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圆形 胡拉圈是圆的 车轮是圆的 表盘是圆的 背盖是圆的 圆形啊是一种几何图形 从圆形的中心到边上的每一个点的距离 都是相等的 小朋友们说说看 你身边还有什么东西是圆形的呢 巡逻小队遇到一个推自行车的小朋友 自行车的车架坏了 巡逻小队相互看了看 一架弟弟派上了用场 正好可以坐自行车的三角车架 非常完美 小朋友很开心 三角形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形状 它是几何图形中的基本图形 三角形有稳定坚固耐压的特点 在工程上经常会用到它 比如三角形的房顶 三角形的支架等等 巡逻小队遇到了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货车 车厢里啊 少了一个箱子 上面的货物 歪歪扭扭就要倒掉了 现在终于是魔方哥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魔方哥哥正好填补了箱子的位置 车厢里的货物 车厢里的货物方方正正很牢固 矩形也叫长方形 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可以看到 小朋友读的书的形状是矩形 书桌的形状是矩形 手机的形状也是矩形 有一种矩形叫黄金矩形 小朋友们可以记一下0.618这个数字 一个矩形的宽 约等于长的0.618 这个矩形就是黄金矩形 黄金矩形啊 有协调匀称的美感 世界上的许多著名的建筑 都采用了黄金矩形的设计 学罗小队里各种形状的队员 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形状的用处真大呀 现在我们进入白泽魔法时刻吧 白泽魔法时刻 白泽把西国弟弟 一家弟弟和魔方哥哥 召集到一起 大家在纸上画了一个草图 然后 各就各位 哇 形状小朋友们齐心协力 拼成了一头可爱的牛 小朋友们细心观察一下 看看家中 路上和学校里 都有哪些形状呢 白泽和体 What is this 爱科学的白泽 什么都懂得 白泽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爱科学的白泽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